大家好,我是阿娜建国 就是社会工作高级文凡课程的课程主任 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社会工作高级文凡课程 这个课程由我们汤罗凤仪社会科学院提供 大家可以看到的PowerPoint 我们希望透过课程 透过我们不同的课程 令大家可以更量更强服务有需要的社群 我们课程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老师 如果想认识我们多些 加入我们就会认识到大家 我们高级文课程其实有几个出路 当然最多同学读完之后 就会出来做事 这部分同学就希望继续升学 其中升学的一个途径 就是收读我们社会科学学士的课程 里面包括社会工作、社区研究和心理学 如果你有兴趣读社会工作的课程 你就可以有year free entry 入读三年级 但是你的GPA就要有2.7或以上 才可以有资格申请 同学可能想出来做事 可以出来做完两年之后 就可以申请我们社会工作的学士课程 就是BSW的课程 那个是晚上的三年 是一个top up的program 期望大家的成绩都相当上下 才可以申请 通常都可能要2.5或以上 通常同学多数是做完一轮 接着就会读这个夜晚的课程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课程 两个课程完成之后 就拿到一个学士的资格 我估计加入社会工作 其实都有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读完high deep 你可以做这个社会工作者 两个都是入行的其中一个途径 但是当然有两个 由于学历的不同 有两类的社工 一类是拿着学位的社工 一类是高级文贤 或者副学士的社工 出来在薪金上有些不同 但是职位上也有些不同 但是两个都是一个 注册业的社工 我们的课程其实有几个特色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课程 能够有个mission 希望大家能够服务一些弱势社群 我会在香港有很多不同的弱势社群 包括可能是生来的人士 消息族裔 一些妇女 老人家 残疾人士等等 我们的课程 希望大家可以服务弱势社群 第二个都希望大家能够持受社会公义 公义在香港的环境里面 我相信仍然很重要 我们的课程都希望大家透过完成课程之后 学习什么社会公义 和我们如何持受这个公义 另外我们也希望透过课程 令大家学习这个充拳的工作 所谓Empowerment 在弱势社群里面 他们有很多权力被削減了 如何透过我们的工作 能够取得他们应有的一些权利呢 在课程里面 其实我们除了这三个mission之外 我们也希望透过不同的方法 令大家得到这三个目标 包括一些讲座、课程、课程、课程 课程里面 透过刚才不同的做法之后 希望能够令大家学习到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社会工作的一些理论 一些实践 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能够帮大家的手 在课程里面 其实我们会有实习的 实习是在第一年的暑假 和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 实习非常之重要 因为实习一科 就等于其他三科 所以实习对我们来说 都有一定的要求 为了准备大家的实习 我们有一个叫做 《学本有道Maintain Scheme》的计划 在实习前 我们也要求大家 去名外的一个单位 跟一位资深的同事学习 那也是我们的课程的一部分 大家完成了 才会给大家做实习 《学本有道Maintain Scheme》 希望帮助大家去热身 准备一下了解社会福利机构的运作 以及认识一位资深的同事 令到大家在社工的路上 有需要的人帮助 查询的时候 有多些人可以问 接下来就会说一下 其实课程的一些内容 在两年里面 大家要读不同的课程 譬如一年班 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 大家要学一些关于 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的知识 一些个案工作 所谓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1 学个案工作的介入方法 我们也会有社会学的训练 也会令到大家对自己 有更多认识 我们有一个 Self Understanding Laboratory的课程 那就是一个 大概十个同学 一个组 希望大家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认识到自己 也认识到你的同学 为了加强大家的语文能力 我们也有些语文的课程 在第一个学期的时候 我们会有些英语 Effective English Communication 也会有些通识的课程 那对到第二个学期 我们希望大家快要准备冲实集 暑假冲实集 所以我们有 Progra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也有一个 Theorem Practice 2 第二个 我们整个学期学一 之外 下个学期就学二 二是什么呢 就是包括一些小组 和一些社区的工作 也在那个时候 会读心理学 和 social ethics 还有中文 如果大家 我们的课程 在两年内 大家只需要读 一个通识的课程 所以你可以选 Semester 1 读得 或Semester 2 读得 都可以 为了准备大家实习 除了刚才的 Maintain Scheme 之外 或者叫prepatient workshop 1 希望透过那个课程 大家准备大家去做一个实习 简介实习的安排 和一些大家要学会的知识 第一年的暑假 我们就会有大概十个星期的一些 实习放在暑假里面 好了 当你完成了第一个学期之后 又有第二个学期 又到二年班 二年班 我们有五科 就有个Electic 给大家选 五科 就选两科 通常我们都是自由 大家自由选择 你喜欢选哪些方法 都会给大家选择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选了两科 那三科 我都有兴趣 那怎样呢 通常如果你问准了老师 都可以涉堂 我们有弱性社群 又有老人家 家庭 残疾人士 和青年人的工作 给大家选择 除了一些选择 除了一些选择 之外 所有同学都要读 一个 Human Behavior and Social Environment 希望帮助大家 有些人的成长 和患的关系 也都希望大家 认识这两科 就是Social Policy and Legal Knowledge 学习 社会政策 和法例的知识 除了这两科 之外 亦都会有一科 即是英文的课程 另外 我们亦都是 为了准备大家 在第二个学期 出实习 就是Prepation Workshop 2 希望大家准备 在下一个学期之后 在Sermaster 2 的时候出实习 所以去到第二个学期 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 也是最后一个学期 大家会出实习 通常我们会出三个实习 另外有两个学期 是回来上课 那两天回来上课 那两天回来上课 哪些呢 就会认识 一科数学 或者IT 另外也会读 一个普通话 还有这两科之外 我们有一科 叫做 Integrated Social Practice Seminar 希望大家 这个科 希望大家透过一个课程 整合了 即是两年所有你学过的东西 就放在里面 一个全面的整合 所以大家就回这两天学 另外三天 就会回实习 完成了这个学期 所以基本上 这个课程 就会完成了 所以你看到 我们主要在课程里面 第一年 你可以用少少中文 就是功课 部分很少人的功课 可以用中文 到二年班 全部功课都要用英文 我们也有些班主任 班代表制度 帮助大家 去沟通和认识 这个课程里面 另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Social Induction Camp 每年一年班 都要参与社工事命啟案营 帮助大家 认识一下自己 认识一下你的团队 也认识一下 什么是社会工作的 在两年的课程里面 我们也会有一些交流团 Social Exposure Program 帮助大家认识多些 关于社会 还有我们HID Program 也有一个 安排海外的实习 如果我们觉得 你合适 也有一个合适的地方 我们会安排大家 去海外的实习 通常都会在 第二个实习 也在第二年的暑假 通常做海外实习的同学 多数都要辞少少毕业 因为原本 人家在第二年的暑假 可能已经出来找工作 但你可能就要做实习 我们的课程 都要求大家 起码去到一个 2.0或以上的GPA 整体GPA 2.0或以上 才可以毕业 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的课程最低的要求 出席率 也是我们很重要 关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有一个八成的出席率 如果你出席率不足 可能我们有机会 要求大家重读 或者重考课程 如果你的成绩未如理想 最长的时间 只能留在这里四年 通常我们多给两年的时间 如果有需要的话 这就是我们要分享的东西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 联络我们 在写电邮 或者电话联络我们 就可以取得更多的资讯 好 多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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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